巷弄的監視器拍下 一輛客運緩緩開進巷子裡 沒想到下一秒 突然緊急煞車動彈不得 原來客運當場撞上 民宅的哲宇棚瞬間卡住 還發出巨大聲響 讓居民紛紛跑出來查看 蹦蹦球 我想說哪裡蹦蹦球 出來看 它弄弄的 它要塞燈後就補掉了 它要塞燈後就補掉了 都被開了 事發在23號上午11點多 這輛國光客運準備進場維修 但因為不熟悉路況 駕駛跟著導航指示走 沒想到就直接開進了 榮安街巷子裡 就看導航走錯路了 本所於時一時許 貨報轄內榮安街內有交通事故 經遠景到場後 即一輛由於信司機駕駛之大客車 因前往車廠修冷氣 而照導航指示行駛 誤入載項內 因而發生交通事故 造成客運 右側車窗破裂 司機九側值為零 現場無人受傷 警方在場疏導交通 事發當下 整輛車就卡在巷子裡 動彈不得 警方到場 協助客運司機倒車 最後車輛倒退了150公尺 才順利脫困 但仔細看客運車輛受損情況 還有遮雨棚被撞毀 恐怕進場 維修費用不便宜 記者網收迷自用報導